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谅我还没来得及同大家 一一道别 就上了通往前国的列车 列车出发时间2018年10月20日15点05分 另有大特保官方公告承认该消息属实 周雷死于突发心脑血管疾病 在上海逝世 享年45岁 另外 公告者 大特保公司保持正常运行 CEO职责即未尽是已由联合创始人 CTO林洪翔替代 目前官方微博和公众号未发布相关消息 百度百科写示 大特保是一家创新型互联网健康协服务平台 成立于2014年7月 最近一次融资是2016年7月 大特保完成数千万美元一轮融资 估值超过10亿 ID竟投资人江索在朋友圈回忆到 曾经过周雷对出差太多太累的抱怨 也曾劝其多休息多运动 身体养好之前 千万别动创业的念头 一死 就什么都没有了 江索说 互联网创业者的健康问题早前曾以巴讨论 2016年 移动医疗企业春雨医生创始人张瑞 于阴心肌梗塞突然去世 享年44岁 ID竟投资人江索在朋友圈回忆到 曾经过周雷对出差太多太累的抱怨 也曾劝其多休息多运动 身体养好之前 千万别动创业的念头 一死 就什么都没有了 江索说